歡迎收看今集《屁屁搞邊科》 繼續有我,BabyJohn 葦璇和小新 還有粒子 不好意思,他們都是打醬油 處於休息舞 我真的開始想重新來定小新的位置 因為我懷疑他不是主持 他純粹來享受冷氣 小新是主持嗎? 是嗎? 不過了 當然不過了 剛才我在發展間看了一集 你們拍攝的,他們全程都有睡覺 帶他們出來,他們都害怕 坐車又坐船 坐車又坐船,他們的運船 對 胡椒幾歲? 胡椒現在十歲了 但是他今天很活躍 他一定是主持 你知道為什麼,他見過小新的 是老朋友 對,是老朋友 他不停向這邊走過去 他很喜歡小新 因為知道今天他要出鏡 你昨天特意有剪 你有學過那些斑嗎? 絕對沒有,完全是自由滑 我也會用鏟幫他鏟鏟毛 因為有時候眼睛太長 對… 會令到淚線不好 所以還是會收一收 你幫他收一收 貓貓會不會呢? 貓其實… 因為我的都是藏貓 我也沒有這個習慣 但很危險 因為貓比較敏感 他們一動就很危險 最多是剪指甲 對,貓剪指甲 他有沒有… 我開工後回到家 我爸爸在吃提子 然後我很好奇 他吃提子 然後地上有一顆 那顆是甚麼 然後我問我爸爸 我爸爸不知道原來 然後給他吃了一顆提子 但幸好那顆提子這麼大 他吃得很好笑 他的口不夠大,他吃不到 所以他擔住了之後就放棄了 所以真的很幸運 然後我跟他的口說 真的不可以吃提子 朱古力一定不行 幸好他很放棄 對,真的 貓仔呢?貓仔 因為我過生的兩隻 都是以前我媽媽在燒烤店收拾東西 他們會…其實甚麼都吃 但我自從他們… 狗仔的關子在這裡 這個位置很瘦意 因為來到他只有一間 他是外匯動物協會 然後有一位 在我身邊就多了一位嘉賓 就是Zoey 我知道Zoey 做了很多年關於寵物護理 即是舊護這件事 亦會有很多機構、學校 去分享這些知識 那一般人對於寵物急救護理 其實是否知識都不夠呢? 又或者都可以呢? 我想幾樣東西 我相信剛才我聽大家說 都有養寵物 即日常的護理 例如洗耳朵、拆牙 可能一些基本的護理 大家都可以處理到 但我們往往會遇到… 過的東西 可能 學校的東西 很多時候 日常家裡都會看到的 例如有些貓有一個癖好 很喜歡吃橡筋 對 或者是那些針士 我經常用膠袋 很喜歡玩的 所以我… 很尖 會碎,很容易碎 尤其是熟了的雞骨 一咬的時候會長 對, 說完食物 有什麼植物你覺得有危險 我知道…聖誕花 是不行的, 聖誕花 對, 沒錯 我知道是水仙 百合… 古美蘭、天堂鳥 有花粉的植物 你們怎麼知道 我真的很想看書 因為我有養貓和養狗 我只會搜尋 有哪些植物可以養的 其實可以養的是很少 很少, 真的很少 只有椰子類的植物 例如山尾葵 就是椰子 椰子類的椰子類的椰子 即使牠咬了, 也沒事 我想知道怎樣… 牠精神的狀態 跟平時真的 日常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一般… 這麼少? 不是, 我上網看 是黃金三分鐘 只要圍捉都不夠 是嗎? 其實問得很好 其實沒有絕對的三分鐘 是真的 因為在於緊急急症 我們稱為ER的話 其實真的學會的 貓小心給你 其實是椰子喉嚨 你要救牠就像你剛才所說 是可以類似人的做法 就是… 不過位置也要很小心 牠是在腹腔這個位置 不是在胸腔這個位置 隔骨下面 對… 貓咪是否也是同樣的位置 也是, 不過貓咪呢 因為牠的體型比較小 大動物 包紮箱口的話 我們就包括需要有個鏟 因為牠們有機會要跟牠鏟毛 對, 讓牠看清楚 牠的傷口的程度有多少 對, 然後有消毒藥水 對, 這個是專門給寵物的 接著生理鹽水 接著棉花球 還有我們稱為有些沙布 對, 接著還有這個 就是一個彈性的崩帶 我們看到有些個案 牠包得太緊 有機會那些毛髮 已經有一些細菌在這裡 怕會再感染 接著我們會噴消毒藥水 對 再會用棉花引起 輕細細力引起乾表面 接著就會用一塊沙布 在牠受傷的位置包住 對, 這樣 接著再用一個彈性的崩帶 就像剛才所說 固定了位置 其實不用包得太緊 對, 接著輕輕包住 確保牠不會掉 還有, 如果牠真的前手受傷的話 我們一般都會建議大家 家裡需要自備有一個 叫做醫學用的頭罩 防止牠們舔到傷口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動物的後腔其實是很多細菌 怎樣判斷 是否可以自己幫牠包紮 又或者真的要拿去醫院 如果包紮的話 其實表面的傷口 譬如可能真的指甲 可能剪得太深流血 我們會用止血粉 接著明顯有個傷口 我們建議如果傷口真的太深 甚至乎可能流血不止 剪不到的話 其實也要去醫院 而且為了清潔和衛生這方面 其實我們建議每一個有養寵物的朋友 家裡都需要有一個寵物的急救照 其實我們也有提過 譬如可能要準備一些走路袋 對 狗狗平靜 如果中暑的話 我要送牠去醫院 但在一個急救的情況下 我可以怎樣幫牠急救 有甚麼是不可以做的 我們也會在一些陰涼的地方 等狗狗也要比較靠一點 主人當然那一刻也要冷靜 因為你不冷靜 動物也不冷靜 最後我想試試 CPR CPR到底是怎樣的 貓仔你可以試試一起跟牠做 我們先要檢查清楚 牠有否心跳 剛才說怎樣去幫動物 在我身邊多了一位嘉賓 就是ZOE帶了寵物救護員 武哥上來 歡迎你武哥 今天是她的日子 所以可以跟她聊聊天 我也想知道 香港是否有讀寵物的急救員 這些課程 是有的 寵物急救課程 香港是有幾個機構都會讀的 就好像香港這個獸醫學會 和這個聖越航救商隊 會聯合主辦一個課程 又會有寵物基本的護理 是 還有譬如寵物受傷的 怎樣幫牠消毒 清洗傷口 包紮 另外還有 也會跟貓、狗做心肺復甦法 整個課程讀多久 對,課程 牠有長短的視乎 牠是否深入 譬如像很基本的 通常一天就可以了 一天 是基本課程 是經驗 是經驗 是人生的歷練 是不能練 是不能學 我想問一下你在做這個… 最近我們寵物展 有一個住牆獸椅 看一看 然後他建議立即去診所 當時我就找一個養氣箱 安裝一隻蟲鼠 我也想問 因為養氣箱這個詞 我也有在其他朋友口中聽過 牠們有當時的寵物 可能感冒、寶寶等 都會需要入養氣箱 如果我在家裡添置一個這樣的東西 其實是否會有什麼幫助 養氣箱其實不是只有一個箱 放一些養氣就有 其實牠有一個規格 譬如有一個指定的溫度 裡面要放一些冰種 確保那個溫度是適合那種動物 當然,譬如如果正常的動物 沒有什麼特別情況的話 其實我們不建議放進去 這種因素的 譬如用到寵物救護車 因為我們車上有氧氣和擔架床 我們會幫忙聯絡 我也想問問,如果有些很大型的狗隻 你一個人負責搬運牠們是不是? 通常會叫人幫忙 我們上次不接一隻狼狗 就是你剛才剛才說的 大家猜猜我們要多少人搬牠 五個 四、五個 三個 最終六個 其實任何動物 我們都會… 需要寵物救護,我們都會幫忙 這集只說,是不可能冷靜的 所以多給大家一點資訊 原來可以這樣 所以今天很感謝你們的分享 令到我們大家… 拜拜 拜拜